是营业额的1%啊 不是 是我们业绩的 我刚才说的是 你做了多少业绩吗 你做了多少业绩你都知道吗 我记得是960多吧 要不就是 反正就差不多1000万 你看我就迷糊 你团队多少人呢 团队多少人 团队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最少的时候呢 是10个人左右 然后多的时候是20个人 你团队做的最大的客户是谁啊 做的最大的一个客户呢 是我跟别的部门合作的客户 也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客户 做了1000多吧 就是做了1000多吧 那你团队的这些员工的话 因为你这么大单额 销售是平均一个月都卖不了一单的 你自己这个团队 你刚才讲到你10个人的时候 你大概每个月的这个出单人数 能占多少啊 我们总共的话 一年下来有几十个单 二三十个吧 差不多 那你按这个数字 你团队带的好糟糕啊 你看你二三十单 意味着你每个月 只有一个员工能出单 那实际上你团队 流动率会非常差呀 你团队实际流动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我跟你讲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每个行业是不一样 像我们这工作强度很大 很少有小孩受得了的 你每个月离职率多少呢 其实很不高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人 多少吗 你既然带团队这些数字 你们是周 天天review的 周周review的这些数字 你是多少吗 你告诉我 我跟您这么 你月度的离职率 你告诉我数字 月度离职率是多少 是怎么讲的 因为我们可能 我觉得他要的是你这个数字 你不要绕圈子 给他等他剪完 他就要的是你离职率多少 你不要绕圈子 就是一句话 其实我并不是绕圈子 是因为我真的没办法算这个数字 王一连是这样的 因为你今天来 他主管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您别着急 王一连你今天来求职的是什么岗位 校长总监和市场总监 对 都是总监级的 而且你要求的年薪是一百万年薪 所以他们问你的这些问题 你最好回答了 对你今天音频是有帮助的 您说的这个东西我特别懂 我也很理解 我也很抱歉 因为毕竟我要对我的商家单位负责任 因为有一些话说出来不太合适 但是我跟你讲 为什么刚才那个 你现在所展现出来的数字 不是一个一百万年薪的人的数字 甚至还没有达到十万的金领的要求 因为你一定要直接 一定要接 因为你这些数字如果不说的话 我们就开始怀疑你工作的真实性 你是不是带过这么多团队 真的做过这么多业绩吗 我们开始怀疑了 我跟你讲就是我不是不说 而是说那个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给您一个数字 因为有的人来了一天他就走了 这真的没办法 我就直接告诉你 最开始图垒问他关于这个长情的问题 然后你说你有病 哪有一个总监这么说 我们原谅你 我们都都没有一个人打断你 都耐心的听下去 然后又说到你是钻石 关于打电话的 又绕了绕了 你没有讲明白 你为什么是个钻石 说不出这个流石 然后到现在又说不出这个 所以然 大概觉得时间很宝贵的 王一连 她是一个 我不说她是一个说谎的女孩 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 在诚实度上需要提高的人 就是你抱的是一个总监级的一个职业岗位 你的每一句话之间的责任感 要把它固定下来 但是她的语言的漂浮性是她将来要回避的 那个天津 这个哈米波波 这个我没搜着 我不知道其他人搜了没有 所以这个公司 你说你是总经理 年薪一百万 我们已经产生质疑了 然后上一份工作 你又说不明白你的实际薪酬构成 你的团队管理数据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在正常面试中 我们觉得已经可以结束了 你能理解意思吗 我能理解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希望 你没有说有水分的话 所以 哈米波波注册公司 这个注册资金多少 一百万 一百万 全部给你发工资了吗 你在里面年薪就是一百万 他注册资本一百万 他有什么业务的 你说的这个是最近创业的 对 就这个 能听我简单的讲一下吗 那我们就不说别的公司 我们就说创业这家公司 那家公司既然有诸多的不变 我们就说你创业的这家公司 你这家公司是投资多少钱 我们当时有四个股东 每人25% 其实就是25万 一百万的一个公司 一开始就把每个人的工资 就挣了一百万 你这个一百万可能 年轻不是你一个人 对不对 其实我想 我就搞不懂你这公司 我也是开创业公司的 我开创业公司 我可能不给自己发工资 那您就比我懂了吗 因为我不懂 所以才那个 怎么弄的 就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我的确是不懂 我第一次做企业 我也年轻 这个我是很 那你是不懂的 还是在上面写给我们看 那你上面就不要写 我觉得是一百万的 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预期 是吧 对 你看我就说 有人能理解我 你现了一个怪圈了 因为你上来呢 就说你是钻石 然后你又说是 你是女强人 然后这样的话 就把大家预期就拉高了 不是 然后你就开始解释 然后大家就觉得 你在掩饰 然后就觉得你不老实 然后就开始觉得 你不要欠收拾 对吧 没关系 这条线就会让你越来越往下滑 对吧 所以你先别把自个儿变成说女强人 你现在好好的先让自己沉下来 你求那个岗位 如果是总监 就符合岗位上的那些要求 好吗 好 因为我刚才真的 的确上这儿学习来的 就是第二说好像有点太露骨了 但是你那儿拥有股份 那那公司怎么办呢 我那个公司呢 就是我是经过很慎重的考虑 把那公司直接让权到我的那个第二合伙人 就是我的合伙人 比如我们公司的二 陪伴是最长情的浪漫 你两次最 两次离开 你却说长情的浪漫 而且还有一个是自己亲手的孩子 一个是陪伴你长大的公司 结果你到这儿来 你跟我谈长情是浪漫 姑娘 怎么解释 这个东西没办法解释 因为我来这儿的话 其实 那就像杨诗都说的 那就不解释了 那就欠收拾 你的岗位要不要调整 才是继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没有 不要调整 薪酬 薪酬我说的是综合收入 综合收入 对 一百万不调整 对 底薪呢 我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综合收入是综合收入 底薪是底薪 两码事 我目前要求的那个综合 就是底薪的话 是八斤到一半 买卖不在 人情在 别垮这个脸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磷 还有一盏灯 来我们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谢谢 说出你的职位和新丛 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心比天高的孩子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没有 没有好好的去经历一些正规的 或者职场的经历 所以有时候过于浮夸的包装了自己 但是我从你刚刚说的很多点滴里 看得出来你还是一个有想法 有思路的人 谢谢 项目经理助理吧 大概从六千起 我想如果你真的是想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踏踏实实进入一个行业 然后真的学一些系统性的东西 以你的天赋 勤奋和野心是可以很快达到你要的高度的 好 谢谢 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了 记住啊 陪伴是最长情的浪漫 去了就要好好干 最起码得熬过三年 15秒钟 咖啡之意 或者是谢谢再现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咖啡之意 去吧 谢谢 谢谢